大家好,我是乔克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北京一处铭记墓地的故事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 这位铭记的墓地最初的位置就是在陶然亭公园 这位墓主人叫做赛金花 他的名字叫做赵凌飞 他的出名叫做赵彩云 后来又改了很多的名字 这个赛金花的墓是大理石启程 它的墓碑是画岗岩的 高度是1.8米 据说这个墓碑是著名书画家齐白石所提 有很多的朋友去找赛金花的墓 其实这座墓早已经不在了 赛金花绝对是非常传奇的一位女人 同时也是历史中最有争议的名记之一 赛金花出生的家庭应该还算不错 是因为后来他们家败落了 她父亲没有能力东山再起 再后来他们到了苏州 这个时候赛金花的父亲去世了 然后他被家里的一些人卖给了花船 虽然赛金花是名记 但他可当过状元的媳妇 严格的来说应该是小妾 这位清朝的状元叫做红君 他对赛金花是一见钟情 当年红君40多岁 赛金花只有15岁 这个红君是非常疼爱赛金花 这段时期赛金花才真正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后来这个红君是出使欧洲 当时这个清朝的特名大臣出使国外 正常的情况下是有夫人随行 但是红君的夫人不喜欢西洋的一些习俗 就感觉特别乱 所以让赛金花带她去国外 这次出去他们去了四个国家 赛金花也学会了一些外语 而且还见到了瓦德西 这个人对待她后边的生活 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个红君回国以后 她过了一段时间就去世了 这个红君的夫人 肯定不会留下在花楼工作过的赛金花 于是就被赶出了家门 后来这个赛金花又变成自己一个人 面对这个世界 于是她重新做起自己的就业 从上海发展到了北京 赛金花来到北京 后来这个瓦德西来到了中国 同时来的还有八国联军 这个慈禧老佛爷带着光绪皇帝去了西安 后来这个赛金花见到了瓦德西 他大胆的向他说了 八国联军这个纪律有问题 瓦德西后来下令 这个联军从此不能再滥杀无辜 所以当时京城的人 对这个赛金花还是多少有感激的 包括这个当时清朝去谈判的时候 赛金花在中间也是忙着去周旋 当时京城的人称他为塞尔爷 女中豪杰 后来这个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 没有向他进行封赏 反而这个赛金花手下一个姑娘自杀了 她被受牵连了 还有传说呢 说他让清朝没有面子 因为一个花楼的女子 比清朝的谈判团还要厉害 这个名声实在是太不好听 当时的赛金花呢被逐出北京城 这个赛金花后来又嫁人了 但是几年以后呢 这个丈夫也去世了 从小到大的经历啊 他已经看懂了人世间的冷暖 后来这个赛金花呢 是隐居在北京胡同里的小破屋子里 赛金花在这个小屋子里呢 待了15年的时间 在1936年的时候 这个赛金花呢 是安静的死在了这间小屋子里 去世的时候 它是身无氛围 后来许多人捐钱 包括当时一些大人物也过来援助 赛金花呢 最终是葬在了桃园亭湖畔 关于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